搭乘遊艇出海當然得多拍幾張網美照 背景有綠色樹林搭配海天一色美不生收 國情焰火首度在台南舉行 地點就在漁光島 安平碼頭的遊艇也都被沉租一空 我們在還沒有訊息露出的時候 我們在著手規劃活動的時候 就已經是會員主動打電話 跟我們做了聯繫跟船艇的預約 遊艇業者表示 台南市府一公布 國情焰火在安平 馬上就由會員打來預定 不過當天港區禁航 但遊艇只能靠搏在碼頭邊 欣賞焰火 也有人抱怨美中不足 禁航是有一個時段 如果說有一些遊艇玩家 或是他們的艇主要出航的話 可以在管制時間開始之前就出航 基於安全考量 當天港區禁航 台南市長黃偉哲表示 可以在管制時間外出航 等管制結束再入港 不止遊艇被租公關 附近飯店也是一方難求 我們10月10號當天的客房都已經客滿囉 很多客人訂不到房間的 他也會參加我們的國慶派對 那這國慶派對也是在 消息一出來的第一天 就立刻秒殺 對 現在目前很多在等待候補當中 不能在遊艇上欣賞焰火 也有人改訂有獨特景觀的飯店房心 這家飯店連假四天的住房率都破九成 加上疫情解封 國慶連假這四天想要玩的 盡興恐怕地趕緊規劃 記者賴冠章談談報道